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心思单纯,有人请问,为什么黑粉那么多? 为什么杨子黑粉那么多? 即使近几年有不少优秀作品,流量也一直高居不下, 但依旧有那么一群人对杨子持有批判态度, 而且不管娱乐圈有多少人都赞扬杨子的情商和人脉, 黑粉的人数一直有增无减。 个人认为杨子真的是一位很不错的演员, 杨天真、李冰冰这些优秀前辈们都对杨子的评价非常高, 包括圈内很多合作过的男艺人或者幕后工作者, 都说杨子性格好,情商高。 杨子在现如今娱乐圈中,算是少有的国民, 和流量极于一身的花旦,毕竟杨子的所有作品都扛得住时间考验。 杨子的家有儿女是多少人看着长大的, 香蜜欢乐颂龙珠传奇等等都是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他一直都不是流量挂的明星, 但是杨子的数据也真的蛮顶的, 像他这个年纪有如此大流量的没有几个, 而且杨子本身性格温和,没有攻击性, 确实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杨子对待职场关系也非常睿智, 很多像于正一类的大佬对待杨子都跟亲闺女一样, 这些阅人无数的大佬喜欢的艺人无非就是那么几种类型, 心思单纯,有趣,有实力,有人情味,还懂得感恩, 会在娱乐圈这样的名利场中少走很多弯路, 也让他事业中遇到了不少博乐。 杨子对待朋友也非常真诚, 和很多男生都是哥们儿,身边的女生也不嫉妒, 杨子具备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有的社交属性。 在一些综艺中,杨子不仅是团宠, 更是气氛担当,接得了梗,开得起玩笑, 和很多朋友的关系都很硬。 虽然这些朋友名气和实力暂时不如他, 但是也印证了一点,杨子交朋友并不公立。 娱乐圈谁红跟谁玩的案例太多了, 而杨子一直都保持着一份纯真, 他的朋友圈好玩到可以上热搜, 是很多明星的开心果。 生活有趣而且乐于分享给别人, 杨子活得很美好。 他懂得爱自己,爱人,爱世界, 不知道是不是人处于一种职场压力或普遍焦虑的状态, 大家对热爱生活的劲儿就一直提不起来,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每天保持快乐开心的状态, 乐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有趣, 那么这类人应该是非常受周围人喜欢的。 杨子,如此聪明且不公立的女演员, 情商高能让所有人与之舒服地相处, 不论是生活还是职场, 都应该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欢, 你觉得呢? 肖战三年演出话剧72场, 如梦之梦全场零失误, 兼具实力和毅力。 近日,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如期上演, 关于话剧舞台的词条也登上了热搜榜, 不知不觉中,肖战三年演出话剧72场, 没有NG机会的如梦之梦舞台, 肖战全场零失误。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万众期待的大舞台上, 表现非常棒, 兼具实力和毅力, 实力很强。 据悉,肖战三年的时间里, 演出话剧如梦之梦72场, 这个消息登上了热搜榜, 不禁感叹一下优秀的实力派演员肖战, 这么多场次, 有上万句台词, 肖战能够做到零失误, 说实话非常难。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可谓是兼具实力和毅力,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话剧舞台, 肖战的表现都非常厉害, 敢于接受挑战, 愿意寻求突破, 这样的肖战, 魅力十足。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 也很心疼肖战, 在5号的角色里, 肖战扮演了很长时间, 要认真揣摩这个角色的心理状态, 还要淋漓尽致展现出来, 需要演员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另外不少粉丝哭诉这么多场次演出, 自己一次也没用看到。 总之祝福肖战, 陆陆续续上演, 一定会继续去抢票, 力求可以去现场欣赏如梦之梦, 和观众, 台上的演员一起共情。 至于肖战, 继续努力吧, 作为年轻一代, 肖战非常具有潜力, 也肯吃苦和学习, 注定会创造出辉煌的好成绩。 肖战未来可期, 接下来的陆携手并进, 一起变得更加优秀,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